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 扇了14K龙头一巴掌 并呵斥道 是不是想让我叫你是老大 周星驰曾经到他公司 拍下三部电影 也因此 他常说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情 就是周星驰帮他拍电影 他为了报恩 与恩人的仇敌杠上 尽管对方叫来不少社团大佬 他也依然不惧 他就是14K大权分会的话史人 周帝 周帝原名叫做黄展义 于1953年在广州出生 跟香港的繁华比起来 早年的内地差远了 那时候内地很多人因为贫穷 日子过不下去了 不得不去海外谋生 且大部分都是靠偷渡 或者去了南洋 或者去了香港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有一群来自内地的混混 被当地的江湖人称这帮人为大圈仔 不过大圈仔这个绰号 其实是本土社团对他们的贬义称呼 比如在香港江湖上出名的张子强 叶极欢 纪柄雄 奸人奸 刘小毛 湖南帮作馆 盲中等人 他们虽然不是一伙的 却被香港江湖人统称为大圈仔 当然 这些人多是坏事做尽 有些人已经魂归孤里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 黄展义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为了生计孤身一人来到了香港 还好 他在香港有个很好的朋友 可以让他有个依靠 但那时香港黑道猖獗 比如博豪 在那时候正值嚣张跋扈 从平民到大明星 甚至有些白道的人都曾加入过社团 比如古天乐 他就曾经是联营社的蛊惑仔 黄展义到了香港不久后 也是跟人加入了社团 他为十四K的二路元帅 陈清华称为门生 陈清华门下弟子众多 如陈慧敏 大老游 高飞 花柳培 沙蓉等人 号称五虎将 曾把何鸿燊送回澳门 坐上赌王之位 这些关系算起来 黄展义和陈慧敏还是师兄弟 自从黄展义进入十四K之后 很想上位 每次和其他社团争夺地盘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最拼命的那个 他手中那把四十多米的大刀上下翻飞 将大圈仔的汉不未死的特点 展现得淋漓尽致 逼得敌人节节败退 靠着拼命 没过多久 黄展义的大名就在江湖上传开了 江湖人都称他为旧弟 广州弟 弟指的是小弟 也就是仔 后来 小有名气的黄展义凭借着走私香烟和家电 赚得了第一桶金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仅要跟白道上的人玩捉迷藏 还经常与其他社团发生矛盾 因此他常在码头里或者酒桌上 与行业内的大佬们谈判 这种事情 往往会出现两边都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 幸好黄展义意高人胆大 往往都能将事情摆平 黄展义有了本钱 也开始意识到 走私这条路子始终不是正途 于是将这部分生意 以极低的价格出售 接盘的是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 曾经对黄展义有救命之恩 但同样是生意 还得看是谁在做 这个接盘侠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有其他走私犯 见他年纪轻轻 想要多占利益 接盘侠不给起了冲突 对方找来14K的 一字堆化石人 胡须勇的得力助手 奎仔 奎仔有胡须勇撑腰 在江湖上 也是响当当的一方猛人 奎仔压根 就不理会这个年轻人 一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样子 看到盔仔如此霸道 接盘侠颤抖双手 伸进口袋 掏出884把手机 拨通了黄展义的电话号码 黄展义让接盘侠 把电话递给盔仔 只是在电话那头 跟盔仔问了声好 盔仔对接盘侠的态度 立马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事情轻松解决 80年代末 黄展义的资金雄厚 跟着潮流带着资金 踏入影视圈 他创办了俊升影业 并且拍下不少电影 其中周星驰就到他公司 为他拍过几部 那时候周星驰还没有出名 还在师傅李修贤手下工作 周星驰跟李修贤拍的 《霹雳先锋》大获成功后 李修贤斥剧资花了70万 买下周星驰的所有片约 但李修贤与周星驰 因后期合作的电影票房 卖得不好 李修贤不得不将周星驰的片酬卖掉 以此赚取利润 黄展义的俊升影视公司 也是在那个时候 买下了三部周星驰片约 那时俊升影视公司 推出了漫画威龙 《新京武门》 以及《一本漫画闯天涯》 因为电影的票房大卖 黄展义也是大发了一笔横财 后来他经常在众人面前炫耀道 我最得意的事情 就是找周星驰来帮我拍电影 之后 李修贤手中的周星驰电影合约 以三百万的价格 被向华盛收购 黄展义无法继续和周星驰合作 1993年 张卫健和吴梦达 受军生公司邀请 加盟一本漫画闯天涯2 但最终的票房 却只有310万港币 由此可以看出 周星驰才是当年的流量密码 在周星驰之外 黄展义的公司 于1991年 请来林正英 陈奎安 王祖贤等人 推出了《天地悬门》 这部穿越题材的电影 在当时的确很新颖 此外 叶伟信也跟黄展义的公司合作 当年叶伟信还年轻 不过拍出的《望角风云》 却卖得不错 除了影视行业 黄展义还拿下过演唱会的代理权 与黄展义同为大圈仔的 湖南帮作馆盲中 是黄展义的好友 盲中在内地的能量很大 曾经的东联社作馆 东老旧 便是靠着盲中的关系 拿下大部分港星 到内地的演唱会代理权 而黄展义也是靠着盲中的关系 他与香港演唱会之父 陈达志合作 拿下不少港星 在内地的演唱会代理权 黄展义在积蓄了大量的资本之后 也涉足了地产 赌厅 金融投资等行业 有了银子 手下的人多了 他的话语权也就大了 所以他在14K这个大圈分会里 说一不二 成了14K大圈的画史人 当然 黄展义也有困难的时候 2000年那年 黄展义周转不灵 关老板拔刀相助 借了点钱给黄展义渡过难关 黄展义极为感恩 九年后 关老板与来自内地的富商许老板 产生了纠纷 黄展义为了给关老板出头 也牵扯了进来 原来在2007年的时候 许老板认识了关老板 熟人后 许老板让关老板拿出两亿 入股自己的公司 可以得到价值两亿五千万的股票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 关老板决心试一试 可关老板的两个亿投资进去了 许老板就改口了 变成只给价值一亿的股票 关老板原本想赚五千万 现在倒亏一个亿 哪里能吃这种亏 开始跟许老板杠上了 许老板见关老板不依不饶 于是花了三百万 请合胜合作馆上海仔出面 想要用江湖势力来劝退关老板 关老板见许老板开始玩音的 立马掏出口袋里的黄金限量版8848 给了黄展义电话 黄展义听 恩人吃了哑巴亏 哪里能忍 但关老板还有自己另外的担心 因为他看到许老板办公室里的合照 都是跟一些大人物的合照 而且许老板走的路很顺 做的都是大事 对此 关老板十分忌惮 黄展义听完 只是淡淡一笑 只说真有大背景的人 哪里会四处背后捅人刀子 让我来去跟他谈谈看 挂上电话 黄展义就喊上自己的头码胡子 随后又找了十多个手下 气势汹汹的进了许老板的办公室 黄展义很直接 见到许老板就说明 自己是来为关老板讨公道的 但许老板却是轻蔑的一笑 眼神撇向墙上的照片中 好似在说 我上面有人 你能拿我怎么样 许老板的轻蔑之举惹怒了胡子 胡子身子一侧露出腰间的AK47 示意许老板别乱动 手底下的马仔更是气愤不已 上前拉着许老板做事要往海里扔 许老板吓得直哆嗦 站一旁的黄展义见差不多了 就喝止了马仔 毕竟他的目的是关老板的问题 能得到解决 随后黄展义警告许老板 只给他三天的时间 许老板可不想被黄展义这么一下 就把钱还回去 他反而是找来许多江湖大佬 来为自己撑场面 要说阵容确实很豪华 新一安社团出动了龙头巷展尾 大总管林江 超级元老文彪 尖东霸王李泰龙 和胜和社团出动了最会赚钱的大佬上海仔 还有自有实力的大佬傻福 大全帮派出了飞载光 这么多人都为许老板站台 黄展义一点也不处 他单刀附会 当着这么多江湖大佬面前 质问许老板到底有没有说到做到 这个问题当场也没得到结果 不过黄展义让许老板走着瞧 许老板可吓坏了 为了人身安全 请来许多护卫 花了好几千万 黄展义虽然有史之中 没有对许老板出手 但担惊受怕的日子已久 许老板最终还是妥协了 跟官老板和平解决了问题 2012年 14K九江街霸王力章 在65岁的寿宴上提出 为社团选出新龙头 原来早在2010年 14K二代龙头葛志雄去世 为了让社团更团结 立章才会提出如此的想法 现场众子堆的画室人 和社团元老投票 最终确定人选 一个是义子堆画室人胡须勇 另一个是伦敦金教父刘安 但两人皆婉拒了众人的支持 反倒是元老萧华 对龙头之位很感兴趣 四处运作 给社团有备份的元老 送礼送钱 随后让他们在白纸扇上签名 以示支持他上位 之后又跑到宝岛的 洪发山分支 宝岛的洪发山 任命他为香港龙头 但香港14K社团里 真正管事的大佬 支持他的很少 因此 萧华还得多找些 强有力的大佬 来支持自己 那天 萧华找上在喝下午茶的 黄展翼 黄展翼一听萧华的来意 气就不打一处来 一巴掌扇在萧华脸上 质问道 是不是想让我叫你一声老大 这事在当时的江湖中 引起不小的轰动 萧华面子丢了 却不敢妄动 毕竟黄展翼究地 可是14K大圈化石人 在江湖上 也是属于地位超然的存在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